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名,预告片首发,制片人在线夸赞王一博 演技有望在上一层楼 王一博作为流量艺人一直给大家传递正能量 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能够传递的正能量也越来越大 王一博出道多年以来解锁了很多身份 原本王一博是作为偶像出道的 王一博本身就是唱跳剧家的一位艺人 王一博从出道之后就一直热爱街舞 最近几年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王一博缠连了两届的冠军队长 王一博是行动派艺人 因此他没有局限自己 一直在突破自己 最近几年王一博开始进军演艺圈 自从陈情令开始 王一博饰演的蓝旺鸡走红全网 王一博也因此走红 如今这部剧已经播出了很多年了 而王一博的热度一直没有退去 娱乐圈中有很多小鲜肉都曾红极一时 但是能够一直红很多年的却很少 想要能够在娱乐圈中站稳 还是需要一定的实力的 在小鲜肉层出不穷的时代里 能够转型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目前王一博的发展能够看出 他在转型的路上是非常努力的 尤其是最新主演的电影《无名》 杀青之后 很多前辈对王一博的评价都非常高 《无名》是梁朝伟 王一博 王传军等艺人合作主演的一部电影 而且这部电影是和地下工作者相关的一部电影 为了任务冒着生命危险输送情报 《无名》目前已经正式杀青了 这部电影的阵容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梁朝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艺人 出道多年也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王传军可以说是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艺人 很多网友第一次认识王传军都是在《爱情公寓》 光谷神奇 剧中他饰演的是一位日本人 演绎得非常深入人心 而如今他已经成功地撕掉了曾经的标签 因此这一次的阵容真的很让人期待了 而这样的阵容对王一博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 王一博出道七年 最近几年才开始进军演艺圈 因此也算是演艺圈的新人 梁朝伟和王传军都是演技派艺人 因此王一博的表现也会显得有一些青涩 最近无名的光博晒出了30秒的预告 在预告中是王一博和王传军的对手戏 30秒的预告中 二人只有几句台词 黑白色调看起来非常高级 王一博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 但是制片人于东对王一博的评价很高 王一博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会有更多的网友关注他的动态和表现 这也是一种压力 尤其是这一次王一博面对的都是影帝级 变堂级的大演员 其他的几位演员也都是非常优质的演员 压力是注定会有的 但有压力才会更有动力 这一次于东表示 通过这一次的作品 王一博的新角色将会是 对他有很大意义的一个角色 王一博也会通过这一次的魔力 演艺事业会更上一层楼 总之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期待了 加上王一博的影响力 作品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票房成绩 特别久认会 不仅有了 请不吝 quotes 一向 制作者 吴了 是 我们最后 stake 怪我 THERE 跟